刚在北京举办完首映里,电影《失恋33天》剧组又马不停蹄的第二天来到上海做宣传。 导演滕华涛写主演文章《白百合》、张子、郭金飞等人出席了此次发布会。 在开片中,文章饰演的是一个婚庆公司的职员王小健,是个热爱做家务的都市小男人。 已出演多部电视剧的文章,每次都给影迷留下小男人的深刻印象,外界也将小男人的头衔灌给了文章。 对此,文章表示不介意,自己很享受这个称号。 我没自称是人家灌给我这个称号之后,我觉得挺好的,挺好的,我不拒绝,我不拒绝,所以我只是引用别人的话。 我不介意,我不介意,我一点都不介意。 在现实生活中,文章也是有名的爱老婆的男人。 近日,马依丽在微博写道,文先生看我穿高跟鞋,执意要背我。 傲不过他,走一路聊一路电影,他气喘吁吁。 字里行间的甜蜜更无形地打破了外界对于两人婚姻危机的传言。 采访中,文章就大方地表示,自己平时就经常背太太马斯林,言语之间都透露着两人的恩爱生活。 我们参加完发布会,紧接着我去开了一个会,然后开完会之后离家比较近,然后呢,他就一走路就比较,就会不太舒服。 然后我就昨天背着他回的家,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。 小区里头应该不至于爬那么晚,对吧? 那后会还常背太多吗? 经常,经常,经常,经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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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